绿秋将至 茄子飘香 但茄子最近出现的一种十分奇怪的现象 却让我们对它望而却不稳 因为这本该天然健康的茄子竟然掉色了 但听到这里您要说了 这茄子掉色本身就是一个正常现象 因为茄子皮中富含丰富的花青素 所以在浴水之后 有少量天然色素吸出也是正常现象 那我们在这里说的掉色会有什么不同呢 又怎么会 奇异道让大家对吃茄子产生了顾虑的 普通茄子掉色 表皮吸出的颜色都不会太多 有些甚至是需要切开表皮 进行长时间的浸泡 才会产生轻微的掉色 但我们今天看到的茄子 掉色现象却严重得多 只要稍加浸泡再一搓洗 紫色的色素就会把水整个变成深色 甚至洗茄子的手都会跟着被染色 再用白色的布巾进入水中 则会发现白布竟然直接被染色了 再和普通的茄子掉色的情况对比一看的话 这种茄子的现象真的是非常奇怪了 那么遇到了掉色这么严重的茄子 您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呢 这茄子染色了吧 肯定是染色了吧 染过颜色的吧 难道真的像大家猜测的那样 茄子是被人为染色了吗 于是我们拿着普通茄子和掉色茄子 浸泡出的色素水 找到了实践顾问 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 焦通老师来进行解答 检测茄子是否人工染色 很简单 一个实验就能搞定 那我们知道 茄子中的紫色是花青素 天然色素它有一个特点 欲酸变红欲碱 所以我们用泡茄子出的水呢 跟酸或者碱也有反应 如果发生了变色呢 证明它是天然的花青素 而如果没有变色 则证明是人工染色的 我们按照焦通老师的指导 用酸性的白醋和碱性的小苏打 分别和深浅两种掉色后的水 进行了反应 但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不论深浅的茄子水 在加入世界之后 都产生了变色反应 也就是说 这一个掉色那么严重 和一个几乎没怎么掉色的茄子 都不是被人为染色的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 导致了茄子的严重掉色呢 这严重掉色的茄子 又到底能不能安全使用 我们还是要回到演播室 请专家老师继续进行解答 这茄子呀 掉色 对 在水里 你看有的掉的少 有的掉的多 这掉的多的 那水都变黑了 这怎么回事啊 咱们说茄子掉色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新鲜程度 这个放的时间越长 越久的茄子呀 它掉色就越多 第二个 如果说你这个潮湿的环境里 放这个茄子的话呢 它掉色也会很严重 那这种茄子我们还能不能吃 还能不能食用呢 在有选择的情况下 就不要吃这种茄子了 第一点 营养成分 首先是要降低的 第二个 如果说长时间在这个潮湿的环境里 储存这个茄子 霉菌啦 就会大量的滋生 所以说一旦发现这个茄子掉色很严重 建议大家